对这个海外华人是个好消息 国家将要取行这个入境隔离 也就是从1月8号开始 把这个新冠病毒实施以内移管 就不再叫新冠病毒 就降为新冠就是传染病 就普通的传染病 所以就不用进行隔离了 这对这个海外华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 但是吧 春节嘛 我们放假 日本这边有这个国会的 就是别的民主党了 什么党员呼吁岸田 对于中国入境进行限制 这就又好像回到了三年前了 对吧 我们想出去旅游 反而国外不收了 15号美国就停发这个签证了 不知道日本会不会进行相应的措施 那么那样的话 回国还麻烦了 来不了了